早前林仔說他有白萊醬 我不知道我是否有事 你還有其他不舒服嗎 有啊 久不久眼腫 流眼嘴 我們那班人 四五個經常一起喝茶 一定有一個有白萊醬 是不是這樣 車先生 其實白萊醬絕對不會出現紅腫痛 因為白萊醬是因為晶體變得混濁和不透明 令到光線不能夠集中 視力下降 先前講過 晶體隨著年紀大會慢慢老化 另外有些原因 譬如有糖尿病 弄傷眼睛 或者會長期用鋁骨唇 這些因素都會令到會有白萊醬 常見白萊醬的徵狀包括看東西差 視力模糊 有機會出現怕光 色調會改變 有時候看東西會偏黃一點 甚至乎對比度會差 對比度差的意思是可能天暗一點的話 看東西會變差了 再嚴重一點有機會有重影 如果有白萊醬會不會有藥吃 又或者有沒有癌油水滴了之後 可以將症減慢一點 暫時臨床上沒有一種藥可以滴完或吃完之後 令到白萊醬復原 暫時白萊醬主要是做手術 做手術的意思就是用手術方法 將混軸的晶體拿走 然後攝入一個人工晶體 令到長者的看東西會更清楚 即是有白萊醬的話 何時會做手術的? 其實我經常跟長者說 白萊醬不是分有對沒有 因為其實是一個慢慢的老化過程 我經常解釋就好像一隻灑雞蛋慢慢熟 所以早期白萊醬不太影響視力的話 只要定期檢查眼睛 觀察著自己的視力改變就可以了 還有記住要做好紫外光的保護 當白萊醬慢慢加深到某個程度 視力開始下降到影響日常生活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做手術 還有今時今日未必需要很熟才做手術 總之半熟就可以接受做手術